哈喽蔡爸爸好久不见 嗨你好 上次那个扣条啊实在是太好玩了 小朋友买回去之后非常的喜欢 也学到了很多 所以呢我就又再买了这一组 百变齿轮 百变齿轮 对结果呢我本来想说应该是 以我的理解下去跟小朋友教导 应该就很OK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想法的部分 想要询问一下专业的老师 看能不能够再得到更多的教导的方式 没问题 我们GISCO就是号称最重粉的公司 今天一样我们邀请老师来为你做 百变齿轮的讲解 我们一起掌声欢迎老师 老师基因上次扣条之后我们家小朋友又买了齿轮系列 因为他扣条玩得非常开心 那这个齿轮系列我也是充满了疑问想要来请教老师 这个齿轮跟扣条比较不一样的是扣条和形状 齿轮以鼠数为主 鼠数 因为他们开始要学算术了 对 那所以是要照他里面的这个图形吗 对 我们这边有设计很多的图形 可以引导小朋友来把这一只蜻蜓做出来 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引导你的小朋友来做这个蜻蜓呢 可能就先从绿色开始做 从他的身体开始做 如果你们还有小小孩是4岁的话 我们就只要数数就好 我知道你的小朋友现在是5岁快要6岁了嘛 所以呢他其实是可以做加法跟减法的问题 绿色的齿轮和蓝色的齿轮合起来有几个 那你觉得你的小朋友会怎么说 12345678 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当家长的可以跟小朋友说 哇你好厉害喔 会数出8个 那如果能够输出算式就会更好的 谁加谁等于8呢 一般来讲小朋友会讲6加2等于8嘛 以数学来说的话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知道 孩子算出答案的历程 就是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那如果是我们家小朋友的话 他就会先把6记起来 然后把2比出来 那就会算6 7 8 哇 那你的小朋友这样子的数法 其实在数学教育上呢 叫做累进性合成运私 它是一个比较高阶的算法 喔 那接着呢我们其实也可以问小朋友就说 黄色的齿轮 跟 橘色的齿轮合起来有几个 小朋友应该也是会一个一个数吧 11 12 很好 他如果能够数超过10就非常棒 我们也可以引导小朋友两个一数 2 4 6 8 10 12 这次清甜还可以问一个比较型的问题 绿色的齿轮比蓝色的齿轮多几个 蓝色是12 所以绿色就12 好然后再从头数 所以123 4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会引导的爸爸 我们可以让孩子把这只蜻蜓的全部换颜色 就像这样子 有没有很可爱 我这一支是那个非洲的啦 这一支是台湾的 哇那我这边还有看到一只这个马 这个马看起来非常的困难呢 我们从头开始好了 这样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还可以站得住喔 这个马的话要跟我们家小朋友同心协力一起做 他一个人应该 会有点困难 亲子一起合作是很棒的 那你觉得这个可以问什么样的数学呢 先问 你觉得一样数字的颜色有几种 都会太难 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很棒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超好的 比如说 红色的有八个跟橘色有八个 还有哪一种颜色 紫色跟深蓝色有八个 对太好了 那也可以问他哪一种颜色的齿轮最少 对 这些卡片的设计呢 我们有基本的题目 那家长其实可以问一下 相同数量的是哪一种颜色 然后再来一个是最多的跟最少的 当然也可以问家法 看孩子的年纪 不要问数字太大 比较特别的 问法就是 请问你现在看到红色有几个 红色有2468 那我们一盒齿轮里面都有12个 应该会剩几个 12个的话就是剩下4个 对 可是因为小朋友不见得会用12-8 那他应该会怎么处理 如果他要猜剩几个他就会说8 然后9 10 11 12 那这样还几个 4个 你如果这样引导你的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棒 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想法去处理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橘色会剩几个 一样都是8个嘛 那都要一样剩4个 对 那这个就是让他有一个 类推的概念 那如果他从头数也没关系 那一个尝试着让他这样站住 可以亲自合作 对 因为刚一开始做好的时候其实是站不住的 要瞧一下角度 没错 这是一种 尝试跟体验 好酷 拿着 跟你的小朋友一起拍个照片 耶 那我还有发现这里有一个超级酷的图案 那为什么这个图案会比较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我们其他的大部分都是会做一些可爱的像 一棵松树啦 一只 蜻蜓啦 一只螃蟹啊 好这样可爱的动物 然后这一张呢是非常特别的 它是一个很有规律的 竖型关系 那我们现在先用一个紫色 跟三个绿色 先做一个小小的正方形 就可以教他开始数数了 一个紫色加三个绿色 再来我们就要再加五个 橘色 是不是又是一个正方形 对 好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引导小朋友说 紫色有一个 绿色有三个 这个有五个 像数数还有1357 像唱歌一样先有 数序 就让他去练习 1357加起来是不是又是一个正方形 对 所以这个图案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低数 然后一次一次加 都会是正方形 小朋友如果在你这样引导之下呢 他数学一定会很棒 对 这样子去学算数比较不会无聊 这个图形他本身是 非常有数学意涵 就是说他比他多两个 你用比对的方式往上看 就可以看出很多的规律 老师那像这个图卡的话 怎么教小朋友看 我觉得有看到上下颜色是一致的 哦 所以你看到绿 黄然后这一格就要放什么 这一格就要放红色 小孩子如果有看到这样是非常好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告诉他说 其实这个是用颜色的规律 绿黄红蓝 绿黄 接着红蓝 可以带小孩子这样子来理解 OK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那个什么 紫橘蓝绿 紫橘蓝绿 因为我们大人会知道说 我这个是紫橘蓝绿的这样一循环 可是你不用马上教小孩 就让他自己看 可以拓展很多不同的思维 好那你现在这张可以看到什么呢 是写的啦 哎呦好厉害喔 那你的小朋友如果能够像你这样 先看到写的有规律之外 那我们可以说几个是一循环 红橘黄绿啦 好那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题 看起来是写的 但是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有两个色 像刚才是每一条都不同色 对不对 让孩子去做一些观察跟判断 有陷阱 让孩子先去观察图案 用这个循环节 把它念出来 那孩子如果能够从两个观点去看这个题目 那他整个思维就会拓展出来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是因为 之后他们如果要考试升学会有很多像这样的自力测验的题目 哦对对对 他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提醒 对 其实你也可以让孩子自己排一个规律 然后让爸爸拆 接下来要排什么颜色呢 好那我来看看 就紫紫蓝 紫紫蓝 那下一个应该是紫色 好就可以跟孩子这样子玩 老师还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方式 你可以偷偷跟我说的 哈哈 其实这个齿轮可以从幼稚园玩到六年级 你绝对不相信对不对 好因为小朋友还很小嘛 大概五六岁 在他要进小一以后啊 可以让孩子说选两个颜色 然后凑成十 好来我四跟六是十 你要做跟我不一样才可以 哦你是五加五对不对 好很好 那还有别的吗 那我就是三跟七 哦那我二跟八 这个时候我可以让小朋友看一下 来我们一起说一下 一跟九 二跟八 再来三跟七 四跟六 五跟五 做完以后按照顺序排整齐 然后就会发现到 上面这个越来越大 就像这样的感觉 我们现在来玩三个数 那我们就可以引导孩子一起说 127 然后这个是136 145 那一如果接5 后面就不能再接了 再接就变小了 我们都要小中大 所以再来就剩下一个是235 哦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凑十 所以这个玩具 对 低年级啊 还是说 六岁的小孩 刚开始学 对 他会眼睛眼见为品吗 有亮感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 有序的思考 是 那 如果到了高年级 其实有很多 塑形关系 可以讨论 然后等到以后 你家小孩长大的时候 我们再来 介绍一下那个六年级 可以怎么用它来玩 这个可以从幼稚园玩到六年级 对 说买一个学剧可以用七年 非常划算 对对对 刚才我们没有讲到在做的时候 同一个方向会比较好 对不对 这个有录吗 有啊 没有讲 我们刚讲的废话都有录下来 对得很正 对小朋友的讲是很难 我没有办法对得很正 好难喔 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我就是小朋友 我就是真实呈现 就是这样吧